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写作 我们今天写的是描写文,作文的题目是《闹市街头看表演》 我们已经讨论过本文的题材内容,主旨和写作手法 现在我们应该讲一下,写作文章的开端应该是怎样的呢? 上星期日下午,我和稳行向华到旺角购买唱片 经过银行中心附近,一阵熟悉的歌曲飘到宜边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欢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是海阔天空,向华不禁附和着,歌声唱起来 有乐队演唱呢?我们过去看一看,快! 我还没说完,稳行早已一流烟的跑向前 我拍一拍,沉迷于歌曲中的向话 大家一起加快步伐,希望一睹歌者的路山真面目 这是文章的开始,我们以平实的手法 先聚述到旺角的原因 接着我们写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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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写向话和运行的反应 再写向话和运行的反应 描写表演的场面 那是一支四人的乐队,一个鼓手,两支吉他,一个主音 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唱主音的青年,一头清爽的短髮 皮肤有黑,方格欢身襯衣,牛仔褲,打扮平实自然,吸人健康刚健的感觉 她的歌声,雄运寥亮,感情充沛,每一个音符都在我的心中闪出亮光 我像被无形的魔力所吸引,走进了碧海南天的音乐境界 这段描写乐队的人物 集中主要是写主音歌手 就是写主的说明,按住在乌鲲的位置 计划写内,我们也要用了枪大的描写 我们现在运用了枪像的描写 我们现在运用枪像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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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頭清爽的短髮,皮膚有黑,方格,寬身襯衣,牛仔褲 打扮平實自然,吸人健康剛健的感覺 描寫歌聲 她的歌聲,紅運,寮涼,感情充沛 每一個音符都在我的心中閃出亮光 最後一句,用形象的手法寫出歌聲帶給我熱情與希望 我好像被無形的魔力所吸引,走進了迫海南天的音樂境界 這句,作者寫出了歌聲 帶給我熱情與希望 這樣令到這首樂曲帶我暖離繁華的鬧市 讓我們去到一個自然遼闊的世界 這樣來顯示出歌聲有多麼動人 第三段我們繼續描寫歌手的表演 圍觀的人頗多 傳到陶醉於音樂之中 口中哭著歌詞 身體不自覺地隨著節拍上下坊 一曲唱罷 獲至熱烈的掌聲 主音歌手向我們致謝說 以下一曲是我們的原創作品 希望透過樂曲掃說對城市的喜與憂 說不,音樂再起 先是一段節拍自由的引子 帶出主旋律 音調悠揚,傷感之中又有盼望的意味 別有一種清新空靈之趣 走過崎嶇的山徑登上獅子山頭 浮雲在頭上飄,萬家燈火在山下淺笑 這幾句歌詞令我的心言不斷戰動 感到他唱出我的內心深處的苦與樂 這段先描寫觀眾的反應和掌聲 他們會不自覺隨著節拍 身體在暴動 另外,掌聲非常熱烈 這樣間接顯示了歌者歌藝多麼高潮 接著描寫歌手演唱原創歌曲 歌詞裡說 走過崎嶇的山徑登上獅子山頭 這些句子其實是描寫著 他向高處攀登的理想 會不會有什麼鬼 會不會有什麼鬼 不斷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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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中心中 看著你 看著我 而且这句歌词说万家灯火在山下淺笑 也表达了他对香港的热爱 文章到这里,我们详细写了歌唱表演 又略写了观众的反应 也抒发了自己个人的感受 接着我们会继续怎么写呢? 大家先想一想,留待下次我们再谈吧 拜拜 感谢观看